好 接下来我们来键表 键表来导数据 那这个要到Hive里面去搞了吧 那我还得把集训给 集起来才行 然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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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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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 上山倒了我 做项目如喷小仙 如喷小仙 你这个心态就对了 反正你想办法把它搞出来 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 你就会那个踏实很多 但是我当时我讲一遍 你没自己做 我跟你说你又不踏实的 你一定要自己做一遍 我就讲到 待会我把它表建好 把数据导进去 后面我就交给你了 你把那个预处做完 跟我一样把数据导进去 然后再我给你一个需求 比如说分析 统计分析 今天的 活跃用户 今天的 新增用户 行吗 然后我告诉你 那个指标没那么简单 待会我给你需求了 不像我们前面给你讲那个基础的时候那么简单 就算是新用户也很复杂 来12345搞定了 搞定了 然后我们来 连一下 12345 连 然后我是不是首先 因为我的数据是不是在本地这里搞出来的 那我还得把数据 导过去是吧 导过去 这个有点有点假的 是吧 因为假的 我从windows把数据搞过去 有点假的 那我们搞得真一点 好吗 搞得真一点 应该是把这个数据先放在 这是不能放在服务器 那个什么采集目录里面 好了 我们搞真一点 还有doopfs-makedl-p 然后有一个什么flume 我不知道applogdata2017-09-1 不21是吧 所以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踩过来在这 踩过来在这吧 踩过来在这 走起 建一个目录 好 然后我要把那个 我当时就不踩了 踩是不是 我就走一遍 flume一样 我就直接把那个数据假装踩好了 是不是丢了 丢到这个里面去行吗 丢在这个里面去 那我就 我先把数据从这边 也 ode p是吧 我先把 这个是不是原始数据 我先把它搞过去 你这么搞的话 待会不好区分 我来个makedl-2017-09-21 行吗 然后在这边cd-2017-09-21 然后再拖 走 行吗 然后现在我的原始数据 是不是都在这个2017-09-21 目录里面 我直接手动的把它丢到 哈杜普的这个目录 行吗 那就哈杜普fs-put 2017下面的 新 到哪去 到这个里面吧 这是原始数据 有同学说老是原始数据 怎么会交这个名字 这个你去改一下名字 这不就好了吗 好吧 这就不要纠结了啊 他叫什么名字是吧 你别纠结了 好上去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HDP-0150070 然后浏览 然后在哪啊 这个吧 APP log data 然后是这个 是吧 是这个 进来了吧 好 进来之后是不是要预处理啊 预处理好 你应该把你的程序打成一个 打成一个架包 是吧 把你的程序打成一个架包 X 4的架 而且你那个节省 那个东西得打进去啊 所以这个力不是不打进去啊 当然其实你你这个打包工具 不太不太智能 智能的话 你可以把坦多普的架包全部剧掉 只打了一个什么 Fast Jason是不是好了 哇 那我这个不好去啊 算了 然后我在这里写一个 写名字叫做data clean点架行吗 dataclean点架 好 然后接着呢 在地盘下 我来检查一下这个dataclean点架啊 我看到有没有把那个fast Jason打进去 没打进去 是不是一定会早得累 运行的什么 力吧 有吧 发fast Jason是吧 有啊 好 然后把这个架包干嘛 就传下了 cdroot下吧 cd根部下 put地盘下的data clean走起 现在是不是在这架包在这 你接着就应该可以写一个脚本 是不是 来启动它 写个脚本来运行它 好 我们来写个脚本啊 写一个脚本 脚本 脚本我们昨天是不是给大家写过一个 你那个为模板呗 你那个为模板啊 呃 在20 是 然后是 是不是昨天啊 这有一个 脚本大串 就这个玩意儿是吧 我把它打开 好 这是个害物的脚本啊 那也没事 这个总是要的吧 是吧 其他的不要 其他跟我这个没关系 这是个害物的 然后 我先把也不用保存了 把那个语法设置一下就好了 语法设置成 下 好 我先取一个date 其实今天是 你我出我的数据是21 那你其实应该今天应该是20 22号才行的吧 好吧 那好 那这个地方我就这样啊 我假装一下今天就出了今天数据 我这个不要了行吗 可不可以 这个不要了 我觉得今天的日期啊 那就真的是今天日期了 然后呢 然后就运行那个价包吧 运行那个价包 好你可以先来一个来个input 那个in pass行吗 in pass等于 你的采集目录在哪 你的采集目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 好那你就应该拼上他 但拼上什么 拼上那个日期吧 多了什么 对 是最 是不是这是我今天处理的数据 当我输出的目录应该是out pass等于app blog 然后来一个他 来个 来一个-out行吗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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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说表示清洗过的 也是这一天吧 同一天清洗过的行吗 这是你采集过来的数据 对然后我这个是清洗完之后是不是输出这到这个目录 OK吗 OK 其实当然最好是其实应该在这里 还有个子目录 然后这里就写个什么 肯定目录 然后还是个日期这样是不是更整齐点 那这样的话我刚才设计的就没设计好 刚才我那个目录就得 t 再建一个子目录 可以吗 再建一个子目录 那那那好 那我就干脆再弄一遍吧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下面建一个子目录是吧 Doopfs-make 第2 在这个下面建一个子目录叫做 data然后我把这个2017这个东西是不是移到这个里面去 那还突破fs 杠什么 杠木我杠木我这个目录 是吧 杠这个目录移到哪去移到app log data下的data下是吧 这么移吧 走 好来看一下检查一下 这个目录应该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咦 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拉过来我去 真有变 够 是不是data data没有按理器啊 是吧 然后我就把它清醒完之后就是这个目录下的 clean的是不是 ok 那我这里就可以继续写了 原来在data下 日期 clean后的日期 然后接着呢 要打一句话吧 打一句话 准备 清洗 准备清洗 多了 多了 他 的 数据行吗 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吧 启动了怎么启动 你用个绝对目录好了 扫出问题 看你还都不在哪个目录 cdapp 都把pwd 这个目录 他下的 并下的 hadoop 价 然后是不是你那个价 那个价包叫做data clean 那就是root下的 这个clean的价吧 然后运行里面的主类 主类 出这个 好吧 然后再来一个输入目录 多了 in pass 输出目录 多了 out pass 这样你这个脚本每天每天是不是会自动的替换这个 两个日期目录 就行了 就是这么写好就可以了 行了吧 可不可以 当然了 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一点 更给力的 如果这个命令执行 成功了 你就没事 你就不用管 如果执行失败了 你应该 你应该去给那个管理员干嘛 发个邮件是吧 就发邮件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写hdfs 我给大家看过一个资料 啊 有吗 没有啊 那就是发邮件的资料 很简单 用那个linux发邮件 哦 是你们你们这边 没有说啊 在那个20 我想起来这21期的时候还说过那个hdfs hdfs不做个数据采集吗 如果采集失败了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发邮件 好看啊 我把它弄哪去了 哎 我在这 他们办我这个讲的啊这个 sendmail 那这个我不给你弄了啊 也就是说在你的那个服务器上装一个sendmail的软件知道吧 发邮件的软件 然后呢 接着你就用这个mail-s 发到哪个哪个人 啊这个是个主题 标题啊 然后发给哪个人 然后发邮件的内容就在这个什么 文件里面 你把邮件的内容是不是事先写好在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就可以发出去了 可以吧 或者你可以这样更简单一点 你echo一段内容 用这个管道交给这个mail-s s 那他发的内容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写的这一点点 好吧就发出去了 好 而且你发出的时候还可以指定自己的身份 你要不指定自己的身份呢 那就是个root 是吧 你可以指定自己的身份 那你就要配一个邮箱了 他有一个配置文件的 你可以配一个自己的邮箱 比如说你是你用163邮箱去发行吗 那我这用116 那你的用户名at116 就front从这个发出去了 然后116有一个smtp发邮件服务器 这个把它配上用户密码 然后他发出这邮件 就是你这个身份的 那个人就能收到 好吧 那最后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命令而已了 当然提前要把这个软件 给 装上是吧 提前把这个软件给装上 就行了 我把这个资料给大家 大家有兴趣去玩一下 也兴趣玩一下 我放在 放在20 24期是吧 24期的对 对要要了行吗 就怎么去发邮件好吧 很简单很简单 你肯定能搞成啊 好 但是你们不要老给我发哈 上一个班同学就是疯狂的给我发 我咔 还需要个货薰款 然后把我邮箱撑爆了 别干这种事啊 别干这种事 行 好一个意思啊 别给我发哈 别给我发 好然后就这样啊 我就把它启动了 好吧 启动 哎 你要发邮件这么写的吗 衣服 衣服什么 多了 问 然后呢 杠 杠 EQ 1 是不是就表示异常了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下面写那个发邮件的命令了吗 啊 我就不给你写了 不写了 就这样啊 我们把它跑起来 好吧 跑把这个跑起来就行 拿过来 在这里写一个脚本 写个 这只有 HDFS能跑吗 跑不动是吧 跑不动 应该跑那个 样吧 当然我要是真的在这里起这个架包 它到底运行在样上还是运行为那种本地模式 你得看这个里面的 配置文件是吧 我来看一下我当时配的没有啊 App Hadoop ETC Hadoop 里面有一个Map R1D 在我配的是个什么 Local 那压根就不会跑到样上去是吧 最好让它跑在哪里 样上去 那把这里改成 样 那这样就行了啊 但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必须把样给 起起来start 样 行了吧 然后GPS看一下resource卖的脚应该在这 其他机器上都有d node node 还记得吧 别忘记了哈 然后来开始跑 sh data clean. sh 走起 准备清洗 19号的数据 那就没有哎 为什么是清理 19号的数据 他是不是说你这个数据目录不存在 因为我这个机器上只有 我这个机器上是个19号是吗 哎那我就崩溃了是吧 那我把它改一下 呃 干脆我把它改成 22号行吧 因为21号的数据按理说应该在几号处理啊 22号处理是吧 干脆把它改成23号 那就在这里 data-s 2017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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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话是吧 2017-09-22 然后11点 03分行吗 然后30秒我走起 那 改过来了啊 对他一下 就22号了 然后那个脚本得改下了吧 VR Data Clean.sh 我得在这个地方你拿一个 减一天吧 那个减一天我看那个减一天我又不记得怎么写的 记忆力越来越差现在 那个来我看一下 有个什么杠低对减一减一队是吧 杠低减一队但是那个东西 也记不住 说实话 你现在记住了你过两天你也会忘 杠低减 减一队就这个了吧 行吧 然后在这里按一下 哇多了 这个吧 杠低减一队然后再是格式是不是 好 然后今天处理的应该就是21号的数据 那就对了 在里面啊 那他不会帮我把那个 输出目录生成的吧 应该没有吧 我看到有没有输生成输出目录啊 没有生成是吧 因为他发现你的输入目录都不存在 所以压根就不能工作了 啊 sh data clean.sh 早起 正在处理准备处理21号的数据对了 开始跑那个架包了 你发现没这个事情虽然你感觉你会做 但是真做的时候是不是还挺费时的 挺费时的这个事情挺麻烦的 他说你要反复的撤 哎呀我去 不动了 看一下啊 sdp 杠零一然后80 88 开始了是吧 这边有这个叫吧 这个叫吧 卖不踏这个会很多 因为我的文件是不是很小好多 总共 13个你看到吗 13个 13个卖不23个卖不已经跑完了 现在跑什么了 我就是我就是没有啊 这跑完了就 跑完了啊 跑完了之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目录有没有啊 因为我怎么又把它关了呢 我发现我关程序的手速简直 快的不得了 走 然后应该在 app log data下有一个可令了吧 可令9月 21是不是很完美啊 下面还有安卓还有 iOS是不是 下面安卓还有iOS 哎非常好啊非常好安卓 没问题吧 iOS 这边没问题啊 好搞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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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